女友学校的一个男生追求了他很久,几乎算得上是死缠烂打。 他对那个人深恶痛绝,每一次在我面前提及都是咬牙切齿的语气。 我本以为,那个男生与从前追求女友的人一样,只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小插曲。 直到我们恋爱三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的邮件。 里面,是女友穿着黑色描丝睡衣,躺在床上的照片。 我坐在电脑前,茫然地看着屏幕上的照片,那个躺在床上脸色飞红,眼神迷离的女生我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和我恋爱了三年的女朋友。 可三年的时间过去,我也从未见到过她露出这样的神情。 我和自赵赵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缘分,只是十五岁那年,父亲将家中的生意拓展到了国外。 我跟着她一起出了国,直到十八岁,我终于成年,才为了与白昭昭重逢回到了国内。 三年未见,白昭昭已经长成了小说女主的模样。 喜欢她的男生不计其数,但在看见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她和我一样,一直等待着重逢的这一天,我和白昭昭在一起了。 只是我们所就读的大学并不在同一座城市,导致我和白昭。 昭昭了三年的异地恋,但距离并没有改变我们之间的感情,哪怕白昭昭身边仍旧有着众多的追求者,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直到成风的出现。 成风是自昭昭的学弟,从大一开学开始,就对白昭昭死缠烂打。 就算自昭昭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成风仍旧对她情根深重,每天风雨无阻,送到寝室楼下的早板,嘘寒问暖的问候和学校表白墙上每日一封的手写情书,可以说成风将浪漫和心意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她的名字不断地在我和白昭昭的生命之中出现。 第一次得知成风的存在,是白昭昭生日那天,我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高铁,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却在白昭昭的寝室楼下,看见她和另外的一个男生抱在一起,不敢置信地无措和愤怒在我的心中涌动。 我冲上前去,将白昭昭拽了出来,还没有开口,质问她已经伸手,将我抱住,语气委屈,神情无助,你终于来了。 这个人是个神经病,我都说了,我有男朋友了,她还缠着我不放,白昭昭抱着我的腰,语气不像是在骗我,我这才知道,原来她一直受到这成风的骚扰。 我也不是没有吃醋过,但白昭昭每一次都会好笑地将自己蜷缩进我的怀里,你还和她吃醋呀,宝贝,她怎么可以和你比呢? 自昭昭说这话,也不全是为了哄我开心,成风是个孤儿,从小在贫民窟里摸爬滚打地长大,读书的时候就是学校老师眼中的麻烦因子,就连进入这所学校读书, 也是隶属于专科的专业分布,总体来说,与白昭昭并不是直属的学弟关系,与我和白昭昭相比,这样的成风就像是世界之外的东西,本应该是这样的。 我拿起手机,点开了和白昭昭的聊天界面,发给她的消息已经是半小时之前的事情了,可白昭昭一直都没有回复我,我的手慢慢用力,几乎能够听到骨头的声响。 为了和白昭昭一起生活买下的这个房子,此时空荡的可怕,这本是我送给她的三周年礼物,她也曾答应过我,等今天的课程已结束,就会马上给我发消息。 但为什么,为什么连外面的天色都已经渐渐黑了,她仍旧没有一丝一毫的回应,我听着墙上的挂钟一点点缓慢走动着,终于,当时针指在八这个数字上的时候。 我的手机传来了震动,宝贝真是对不起,我的老师突然留下我帮忙干活,我刚刚结束,你别生气,我马上就来找你,白昭昭的语气和平时没有丝毫的区别,我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向了屏幕里的照片,这一刻,我希望这些照片,不过是不喜欢白昭昭的人所做的恶作剧,若非如此,我实在是很难说服自己。 我给白昭昭打去了电话,但电话只响了没几秒钟,就被挂断了,宝贝我老师还在身边呢等,一会儿我再给你回电话,是老师,还是不能让我听见的其他声音。 我知道我的想法没有道理,作为白昭昭的男朋友,我应当信任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神鬼,可是近白昭昭的一切表现,却让我不得不怀疑他,先是百般推辞,我来学校看他的请求。 从前的白昭昭不是这样的,他没有什么安全感,讨厌异地恋,所以一旦我在学校没有事情,白昭昭都会要求让我来学校找他。 不仅如此,就连每天的视频和语音通话,他都开始匆忙挂断,我没有回复白昭昭的信息,而是找到了他室友的联系方式。 这还是半年前,白昭昭因为在学校紧急突发胃病,被送往医院之后。 我主动添加的联系方式,为的就是可以在白昭昭身体不适时,有人能够第一时间通知我,打扰了。 我想问一下,今天你们专业课的老师有给昭昭留堂吗? 等待白昭昭室友回复我的时间是焦急的,我几乎算得上是坐立不安,摆在我面前的不像是手机,更像是一部定时炸弹,没有爱。 昭昭一下课就说,要和你一起过纪念日离开了。 他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室友的回复让我如坠冰窖,我深吸一口气,拿起了手机,可能有别的事情耽搁了。 谢谢,他那么早就离开了学校。 却没有来找我,那么他会去哪里? 我又一次点开了电脑上的照片,刚刚因为心情太过于复杂,我根本没有仔细看照片里的背景,只是匆忙地瞥了几眼之后就直接退了出去。 而今重新看,我才意识到这个照片的背景有些眼熟,尤其是床头柜上摆放着的那个盆栽,还有墙壁上的纹路像是从前。 我和白昭昭经常入住的酒店,白昭昭从小被父母娇宠着长大,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很高的要求。 这家酒店是我看了无数的攻略和评价之后挑选出来的。 不仅环境优美,卫生达标,连前台的服务都格外的人性化,虽然价格并不算便宜,但对于我来说,只要白昭昭开心,一切的花销都是值得的,去的次数多了。 我就干脆在那家酒店里办了一张VIP卡,酒店的经理对我很是熟悉,也相对谁认识了白昭昭。 我这样想着,拨通了经理的电话号码。 你好,谢先生,有什么是我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我女朋友先去酒店了,给她打电话,没人接可能是睡着了。 麻烦问一下她今天开的哪一间房,还是我们之前常住的那间吗? 由于我的语气平静,经理没有多加怀疑。 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没过多久之后,她又一次开口道,是的,还是你们之前常住的房间,谢谢。 挂断电话,我忍不住为自己原先的愚蠢自嘲地笑了笑,可以啊,白昭昭和别人去开房,睡的还是我们常去的酒店房间,我并不清楚发给我照片的人究竟是谁。 有什么用意,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管这么多了。 我直接点开了外卖软件,在软件上替白昭昭购买了一大堆的寄生用品,然后将地址订到了酒店的房间。 并且特意嘱咐了外卖小哥,这一次去是要捉奸的,必须把那个男人的照片给我拍清楚了。 为了让外卖小哥尽心尽力,我特意给他打赏了几百块钱的红包。 做完这一切之后,我坐在沙发上点开了自己的朋友圈,我不是一个爱发朋友圈的人,但因为白昭昭平时很喜欢记录生活。 连带着我也会在朋友圈更新几张照片,没有例外的,全部都是他的照片,照片里的白昭昭看着我,笑容明媚而阳光。 看上去是这样的美好,无论如何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和白昭昭。 会闹成如今的模样,起手借了单之后,立刻表示一定完成任务,连送外卖的时间都减少了许多,只用了短短半个小时,就已经显示到达了送货地点。 没过多久,我的手机上就收到了几张略有些模糊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只在下半身围了一块浴巾,上身赤裸,身材瘦弱,就连胸前的排骨都仿佛肉眼可见,但这些都不是是让我崩溃的。 最让我崩溃的是,这个男生就是那个白昭昭挂在嘴边厌恶至极的乘风。 这一刻,我觉得全世界再没有比我更可笑的小丑了,电话响起,是白昭昭的来电,他大概已经猜到了,我得知他出轨的事情,我没有接电话,无论白昭昭是想要解释也好, 还是与我说分手也好,这一切在我的眼中都失去了意义,我将原本准备好的给白昭昭的钥匙扔进了垃圾桶里,删除了朋友圈内白昭昭的所有照片,并且拉黑了他的联系方式,倒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今天一天的时间下来,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觉得头疼,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觉。 不愿意再去思考别的事情,次日,我是在越来越响的敲门声之中被吵醒的,迷迷糊糊地打开了家门之后,我看见的是站在门口眼含热泪的白昭昭,下意识地,我就想要降门关上,白昭昭却抢先一步,直接抓住了我的手腕。 然然然,我就知道你在这里,我们聊一聊好吗?我,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是我的错,是我伤害了你,可我是真的爱成风,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和成风一样的爱我,对我这样的好,白昭昭的脸上升起了少女的羞红。 我挣脱了她的束缚,冷笑了一声,你脑子有病吗?骂她的是你,说她爱你的也是你,白昭昭,你人格分裂吗?我到底还是让白昭昭进来了,不是因为她所说的话感动了我,而是因为我和白昭昭之间的这些事情,总需要找一个时间解决。 她坐在沙发上,身上的衣服还是我从前送给她的礼物,可脖梗处的红痕,却这样的明显又碍眼,让我忍不住地泛起了恶心,白昭昭的目光,打亮昭家中的一切,眼神之中甚至还带着一丝怀念。 然然,你果然是按照我所说的一切来装修的。 谢谢你,家中的装修风格确实是自昭昭喜欢的类型,当初我们刚刚开始异地恋的时候,她曾畅想过日后我们同居的房子,只是现在我准备好了房子,她却已经准备和别人在一起了。 我坐在白昭昭的对面,靠在沙发上,双臂还胸,是,以前眼睛瞎,打算之后再重新装修一下,白昭昭眼中的光芒暗淡了。 她轻轻咬着自己的下唇,语气里甚至还带了些委屈,你一定要这样和我说话吗?我痴笑道,是啊,不然呢,你出轨背着我和别的男人上床。 你还想我用什么语气和你说话?我和成风是真爱?白昭昭历声反驳着我,双眼瞪得很圆,我却像是听见了什么笑话,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 真爱,那你想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吗?白昭昭,当初是你在我面前不断辱骂成风凡人神经病,让你觉得窒息,觉得被人监控了。 是你自己告诉我你有多讨厌他,多希望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怎么你想的办法就是和人家去滚床单吗?那你还真的是蛮高尚的,白昭昭被我嘲讽得脸色涨红。 双手局促地交叠在一起,看他那样子,就仿佛做错事情的人并不是他。 然然,我知道,云昭是我不对,是我对成风有误会,他是个很好的人,真的,他对我很好,很爱我,你还记得之前我胃病发作吗? 是他背着我,一路赶去了医院,还在医院里照顾了我一天的时间。 悲剧,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救护车了吗? 我俯视着他,语气里带着嘲讽,那你现在是怪我没有及时来陪你吗? 白昭昭抿了抿唇,没有接过我的话题,总归我和成风是真心相爱的。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原先疏远他是因为我害怕自己爱上他,伤害到你,可当爱情真的降临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然然,你拥有这样多的东西,但成风不一样,他只有我了,你会原谅我们的,对吗? 白昭昭说到激动的时候,面色涨红,眼神兴奋,他的双臂支撑在桌子上,双眼放光地看向我,却只让我觉得太阳六喵鹤的疼。 我原先怎么没有发现,白昭昭是这样的脑残恋爱脑,如果我说不呢,白昭昭,我凭什么要原谅你们? 如果你真的觉得真爱无价,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和我说分手,要用这种方式来结束,我的话似乎让白昭昭短暂地恢复了理智,他重新将自己摔进了沙发里,垂下眼帘来,不敢看我,声音变得微弱了许多。 我,我也不想的,我好多次都想要告诉你,但是听到你的声音,或者看见你的时候,我就说不出话,那难不成还是我的错吗? 我想,自己与白昭昭已经没有任何话好说的,索性直接将对方赶了出去,白昭昭直到被我关在门外的时候,还在大声嚷嚷着让我原谅他,我没有回应他的话, 唯一的回应是,大声关上的门,靠着门板,我立刻订购了第二天离开这一座城市的高铁票,顺便将这个房子放到了平台上进行拍卖,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踏足这个城市,哪怕一步了,我本以为,我和白昭昭的资源到此结束,却没想到回到学校没多久,我就接到了白伯父的电话, 卸然,你竟然敢出轨背叛我女儿? 白伯父在电话那头的吼声震天响,隔着手机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愤怒,可我却觉得两眼一抹黑。 什么出轨,什么背叛,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试探性地小声开口问道, 伯父,您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 电话那头的白伯父听起来更加生气了,你还敢装傻,招招都和我说了,你俩分手了,原因就是你出轨了学校里的女生。 我呆愣了几秒钟,终于明白了整件事情的原委,是白昭昭自己,不敢告诉白伯父我们分手的真正原因,便索性在背后抹黑我,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倒了我的头上,想明白了其中的关卡之后,我只觉得心中的无名怒火熊熊燃烧。 我约了白伯父周末的时候出来吃饭,届时,我会将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他,原先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白伯父,到了这个时候,也已经恢复了一些理智,他答应了下来,并且在我的请求之下,答应了这件事情,对白昭昭保密。 周末,我带着那天收到的白昭昭的照片前往复宴,饭店里,白伯父姗姗来迟,刚刚坐下便开口问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没有说话,只是将照片从自己的口袋里拿了出来。 伯父,您看看这个吧,白伯父的眼神刚刚落到照片上。 脸色就变了,他的声音颤抖,带着不敢置信的不安。 这,这是怎么回事? 我用尽量客观的语气,说出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 当我说起我将白昭昭赶出去之后,白伯父久久没有再次开口。 我想,他大概是因为害怕被你骂,所以才选择用这种方式来逃避责任吧。 混蛋,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教他的吗? 白伯父伸手用力拍向桌子,他被气得鹅脚,青筋突起,看向我的眼神之中满是歉意。 小然啊! 这件事情是昭昭对不住你,你放心,伯父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公道要讨回的,我打着哈哈将这件事情接了过去。 原本以为白伯父也不过是随口一说,让我安心一些罢了。 可没过多久我就听说了白昭昭差一点与家族决裂的传说。 传说里,他是为了一个男人,为了爱情,为了追求自由。 这件事情闹得轰轰烈烈烈,就算我如今和白昭昭已经不在同一所城市了, 但我还是每一天都能听见不一样的传闻,白伯父被他气得直接进了医院。 作为晚辈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前去探望, 却在医院的大门口遇见了白昭昭和陈峰, 比起上一次和白昭昭见面时,如今的他看向我的眼神之中满是愤怒, 是你告诉我爸的吧? 谢燃,你怎么能这么做? 我知道你还爱我,但是就算你让我爸出面,我也不会妥协的。 我爱的人只有成峰而已,就算你们所有人都反对, 我也会和成峰一直在一起,白昭昭握着成峰的手, 对施我说了一番惊天地气鬼神的话之后, 高傲地抬着自己的下巴离开了。 我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只觉得或许脑残这件事情真的会互相传染, 不然我从前怎么没觉得白昭昭是个神经病呢? 小插曲很快就被我忘在了脑后, 我提着新鲜买来的水果, 推开了白伯父的病房, 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 明明距离上一次见面也没有过去多长时间, 可白伯父整, 个人都像是销售了一整圈, 看着格外的苍老, 见到我来, 他的脸上带起了勉强的笑容, 小然啊, 让你看笑话了, 我连忙摇头, 将手中的水果交给了一旁的护工, 然后坐在了病床边, 愁愁着开口问道, 伯父, 刚刚白昭昭是不是来过了, 提起白昭昭的名字, 白伯父脸上勉强的笑意都消失不见了, 那个混账, 白伯父立声怒斥着, 随即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瘦小的身体, 在雪白的床单之下, 看上去像是随时都可以散架的样子, 我连忙起身帮忙拍了拍他的后背, 小声安抚着, 伯父您别太生气了, 他可能只是一时之间想不明白, 等过段时间就好了, 白伯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抬起头来看向我, 小然啊, 伯父也是看着你长大的, 能不能麻烦你帮伯父做一件事情, 您说, 他抓着我手腕的力气越发的大, 帮我调查一下那个乘风, 我心下一紧, 下意识想要拒绝, 没有别的原因, 实在是因为我不愿意再掺和进他们二人之间, 但白伯父的眼神, 让我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拒绝的话, 到头来, 我还是点头答应了, 好, 我会的伯父, 他终于松开了手, 重新躺回了床上, 从医院出来之后, 我站在大门口, 深深地叹了口气, 调查成风这件事情, 并不困难,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悲惨, 却又自作自受的厉害, 除了从小到大读书成绩都不行, 又调皮捣蛋之外, 成风还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打架姿势, 被记过大过, 除此之外, 他在高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 还因为酒驾坐过几天的监狱, 虽然上了大学之后, 看上去有所收敛, 可我却发现, 成风的每周三下午, 一直到凌晨, 都会离开学校, 直到第二天上课才回来, 而且每一次回来的时候, 情绪格外的高涨, 我留了个心眼, 打了个电话给远在美国的朋友, 一个计算机天才, 让他帮我个忙, 调查一下成风的银行卡流水线,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 成风从大一开始, 就染上了毒瘾, 每周三的晚上, 也不是去做别的事情了, 而是去赌博, 看着手中的调查报告, 我犹豫再三, 还是打通了白昭昭的电话, 虽然他因为成风背叛了我, 但无论如何, 我们之间也有着几十年的情意, 让我眼睁睁看着他跳进火坑里, 我还是无法做到, 是我, 白昭昭, 明天下午, 出来见一面, 我有话和你说, 我和白昭昭约了在咖啡馆见面, 他像是有精心打扮一番, 身上的衣服都是崭新的, 就连头发上都残留着香水的味道, 白昭昭坐在我的对面, 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我有些不太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但还是将自己调查到的东西递到了他的面前, 你看看吧, 成风不是个好人, 他, 然然, 你现在和我说这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放下我, 白昭昭看着我, 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一般, 藏着秋波, 可我却在这样的注视之下, 皱起了眉毛, 继续了刚才自己的话题, 成风有毒瘾, 在外面也欠了点钱, 他接近你, 或许没安好心, 总归, 你自己注意一点, 能够对曾经出轨的前女友提醒到这个地步, 我自问已经人之意尽, 白昭昭随意地翻了一下面前的资料, 就很快放在了一旁, 我知道成风赌博, 但他答应过我的, 他说他会改变的, 为了我, 白昭昭说完这句话之后, 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笑意, 俨然就是沉浸在自己美好爱情里的小女孩, 我没忍住反驳道, 为了你,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这么厉害的影响力, 你不懂, 然然, 这是爱情,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 我是这样, 成风也是这样, 我们说好了, 要和对方永远在一起, 他说着, 伸起了自己的手, 中指的手指上, 赫然戴着一枚戒指, 只是这戒指既不是钻戒, 也不是金戒, 边缘模糊粗糙不说, 仔细看, 就连戒指的表面也有很多亮痕, 我问道, 这是什么戒指, 白昭昭抚摸着戒指, 微微低下头去, 嘴角带着甜蜜的笑容, 这是成风亲自给我做的戒指, 用一拉罐做的, 是不是很厉害, 对上白昭昭, 如同炫耀一般的目光, 我沉默了, 不然我真的很害怕自己张嘴说出什么问候他爹妈的话来, 见我不说话, 白昭昭似乎还以为我在认同他, 你也觉得成风对我很好是吗, 所以我想你帮我一个忙, 然然, 你可以帮我说服我爸吗, 你知道的, 他一直都很喜欢你, 白昭昭站起身来一步步逼近我, 我皱起眉毛, 后退了半步和他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不好意思, 白伯父有自己的选择和想法, 我不会去说服他的, 如果你口中的成风真的这么好, 你就应该让他自己去改变白伯父的看法, 白昭昭被我拒绝之后, 眼底闪过一丝失落, 但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 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见成风的好呢? 他送给我的早饭, 接我上下课, 还会给我准备礼物, 这些不都是他爱我的证明吗? 白昭昭呢喃着, 声音很小, 我几乎听不清楚你说什么, 他猛地抬起头来, 竟然直接张开双臂, 一把抱住了我, 我下意识地就推开了他, 白昭昭倒在了地上, 头磕在了桌角上, 他捂着自己的头, 看向我, 声音委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不是说会永远爱我吗? 我相信了, 甚至原谅你赌博打我, 可你现在为什么爱上了别人? 我被白昭昭地所作所为弄得一头雾水。 正在思考他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 就看见他的座位后面, 戴着鸭舌帽的乘风站了起来, 在他的手里, 是正在录像的手机, 乘风, 你在干什么? 乘风关闭了手机, 对施我笑了笑, 那一头已经掉闪了的黄毛, 看上去格外的油腻, 当然是录下你出轨家经的证据了。 谢然, 如果白伯父不答应我和昭昭在一起, 这个视频今天晚上就会立刻出现在网上, 我听昭昭说, 你们家也是做生意的, 形象对于生意人来说有多重要, 你不会不知道的, 对吧? 成风笑得狡诈, 搂住了白昭昭的肩膀, 扭头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 我家宝贝做得真棒, 晚上回去了奖励你, 白昭昭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羞红, 伸手捶了一下成风的胸膛, 讨厌, 我看着成风, 想起了那天收到的白昭昭的照片, 那天我收到的照片是你发给我的吗? 是, 成风一口承认了下来, 他勾起一边的嘴角, 歪着脑袋, 语气里满是不屑与嫉妒, 我就是看不爽, 凭什么你可以和昭昭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我就一定要偷偷摸摸的, 我不服, 所以, 我要你知道昭昭真正喜欢的人究竟是谁? 我看向白昭昭, 继续问道, 你呢, 你也知道这件事情, 是吗? 白昭昭抬起头看向成风, 眼神之中满是爱意, 是, 这是他爱我的证明不是吗? 这一刻, 我终于不得不承认, 他们两个人竟然该死的般配, 白昭昭用这一段录像威胁白伯父, 如果他不答应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自己就会在网络上造谣我是一个会对女朋友使用暴力并且出轨的渣男, 白伯父被他气得几乎要磕出血来, 却在看向我的时候眼含热泪, 是我们对不住你啊, 小然, 是我, 是我没有教好我的女儿。 他握着我的手, 颤抖的身体, 让我也忍不住跟着心疼, 再看一旁的白昭昭, 他的脸上带着得逞的笑意, 另一只手牵着成风的手不放, 其实白昭昭的这个录像并不能拿我怎么样, 白伯父到头来答应的原因, 只不过是他明白, 那段录音一旦公开, 我远在美国的父亲一定不会放过白昭昭。 这些年, 在父亲的努力之下, 我们家的家产已经从普通的有钱人升级到了豪门的地步, 只是对付白昭昭的话, 绰绰有余, 所以, 与其说白伯父是在保护我, 不如说他是在保护自己的女儿, 只可惜, 白昭昭永远不明白这一点, 在成风公开和白昭昭谈恋爱之后, 我便不再关注他们的消息, 只是上交了大四出国留学的申请, 当初回国是为了白昭昭, 如今我也没有了什么留在国内的理由, 但我没想到, 我竟然会在和白昭昭分手一年之后, 又一次遇见他, 这一年的时间里。 白伯父因白昭昭屡次动怒, 身体已经每框愈下, 不仅如此, 原本管理得当的白氏集团, 也在他身体抱恙之后出现了下坡的趋势, 我从商场里买了些保健品之后, 协同朋友准备去看望白伯父, 却在别墅的门口, 遇见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朋友用手臂撞了撞我, 道, 哎, 你看那个女的, 像不像白昭昭啊? 我怕顺着朋友的目光看去, 恰好和刚刚好抬头的白昭昭对上了视线, 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急匆匆地朝着我跑来, 然然, 然然是我啊,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在白昭昭几乎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之中, 得知A这一年时间里, 他所遭遇的一切, 当初, 他和成峰开始公开恋爱之后, 在学校里格外的高调, 更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白昭昭就被成峰说服, 在学校外面租了房子, 二人一度度过了格外甜蜜的时间, 只是好景不长, 成峰的读隐越来越严重, 并没有像自己所说的那样, 为了白昭昭改掉这个毛病, 他开始从家里偷钱出去读, 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可以一本万利, 那个时候的白昭昭已经想要和成峰分手了, 但他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查出怀有身孕, 他不敢将这件事情告诉白伯父, 又在成峰的花言巧语之下选择了相信对方, 最后甚至走上了休学生下孩子的道路, 可孩子出生之后没多久, 成峰就在外面欠了好几百万, 他让白昭昭替他还钱, 但白昭昭哪里能拿得出来这样多的流动资金, 没有办法, 他只好求到了白伯父的身上, 然然, 我知道你一定有钱的对不对, 你帮帮我吧, 帮帮成峰, 他答应过我的, 这是最后一次了, 你就做好人好事行吗? 我, 我一定会努力还给你的, 然然, 然然你帮帮我吧, 我求求你了, 白昭昭脸上原本的婴儿肥已经全部都消失不见, 如今他的脸尖瘦得厉害, 一看就知道是营养不良导致的结果, 我没有理会白昭昭的苦苦哀求, 而是直接进了别墅, 剩下他在外面发出高声的哀嚎, 然然你去和我爸说一说, 我是他的女儿啊, 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啊, 我想, 白伯父或许宁可自己根本没有生下过这个女儿, 白昭昭最终也没能从白伯父的手中拿到那几百万, 他从一开始的苦些哀求变成了历生的斥责, 到了最后, 甚至连等不及的成峰也来了, 见白昭昭空手而归, 直接就在门口将他打了一顿, 白昭昭发出哀嚎声的时候, 白伯父就坐在客厅里, 他的身体紧绷, 双手放在膝盖上, 嘴唇都在控制不住地发抖,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面终于没了声音, 我隐约听到两个人的交谈声, 成峰, 妈的这个老头子心真狠, 我都动手打你了, 他竟然还能忍得住, 白昭昭就是啊, 不行再想别的办法吧, 老公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被他们带走的, 我担忧地看向白伯父, 他闭上了眼睛, 有两行热泪顺着他的眼角落下, 白昭昭说到做到, 直到最后, 也没有让成峰被赌场的人带走, 被带走的人是他, 白昭昭被切断了三个手指丢了回来, 他没了半条命, 但一心一意爱着的男人, 却在之后丢下他离开了, 乘风走后, 白昭昭带着自己的孩子, 等在白氏集团的门口, 可下了班的白伯父, 只是看了他一眼, 没有任何的停留, 他最终因为自己的爱情失去了所有, 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回头要一说, 至于我, 我已经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等待着我的会是光明的未来, 很多年之后, 我娶了研究生的同学为妻, 他与我一样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 我们的婚礼除了在美国之外, 还在中国也举办了一场, 他邀请了自己儿时的朋友, 而我邀请了白伯父, 只是我没想到, 白昭昭也会出现, 他已经面黄肌瘦, 两家凹陷, 就连脸上也出现了不少皱纹, 然然, 如果当初我没有鬼迷心窍, 是不是, 现在嫁给你的人会是我, 我没有回答白昭昭的问题, 也没有在他的身边停留,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本就没有如果这一说。